裸湯美女來啦 男大生生命好 美麗的臉龐 腳好的身材 最重要的是 還有一個青春無敵的態度 透過大學生量身訂做的節目 讓環有新夢的同學們 有了表現的舞台 可以因此捧紅了 一票一打聲 不好意思 剛剛有被侵犯到嗎 有沒有 還好吧 沒有吧 有啦 徐猛龍 出來啊 他摸我 誰 等一下 誰摸你 摸你 摸哪裡 摸哪裡 摸 衣服摸起來了 衣服都被撩起來了 因為那幾行也是符合我的主題 叫做傳播系的學生 什麼大PK 什麼就邀請了所有 全台灣那個傳播科系的學生 然後上去就是每個人 就是展現自己的 有才能的部分這樣 節目上亮眼的表現 讓袁愛妃不僅成為節目的固定班底 更就此打開她的演藝路 那個時候從來沒有想過 就有一天會成為演藝 因為我也不是譬如說滑岡 跟小說從來沒有經過 這方面的訓練 進大檔就是要讓我 因為我以前會有點害羞 因為我畢竟不是那麼習慣 表演這件事情 所以我沒有辦法 勇敢的放開自己 她就說可是在那個平台上面 你就是要勇敢的放開自己 這樣大家才會看見你 那你為什麼有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一開口就說 哈囉 我是力特 這六個字 經過每天讀報紙 加強口條 還有上跳舞課訓練肢體 從遜猛龍到袁愛妃 面對鏡頭 她越來越有魅力 更搖身一變 成為性感女神 可是隨著年紀耶 因為以前的話就會很害羞 就覺得說 就是我的腰要露給大家看嗎 或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那種很安全的 年紀比較成熟的一點 就想說好的地方 要呈現給大家看 所以就想說反正就是穿著 然後自己在鏡子前面這樣看 也會覺得 我好開心 我好美 但是因為基本的剛好 應該就OK吧 所以想說非常難耶 大腿 內側其實都是瑜伽的 袁愛妃心路越走越順 甚至當上偶像劇女主角 另外一位也是從大學生了眉 開始踏上心路的 則是可愛又火辣的大員 你手在那撥什麼 你把自己當你家 那時候是我自己寄信 給那個大學生了眉 然後就被找去試鏡 然後就有機會去上這節目 我就覺得好幸運喔 我就跟他說我在忙了 但是電話就是一直打一直打 他找不到我就是一直打 然後一看忙完一看 一百多通 一百多通 魔鬼的身材 還有自然不造作的表現 讓大員在大學生實習 就擁有眾多粉絲 前進演藝圈第一步 是拍攝性感的寫真集 我好像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是一張那個照片 然後就開始在PTT什麼 受到就是大家的討論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會開玩笑 桃子姐 還是大爺 有在節目上說 我以後一定出寫真什麼 然後那時候也只是想聽聽就算 然後沒想到我前進化言的 第一個作品就是寫真書 然後之前唱歌就是 只是純粹就是喜歡去KTV唱歌而已 然後沒想到現在變成自己的 就是一個工作 然後跟一個專業 所以我就覺得還滿驚訝的 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 竟然會變成發片歌手 除了書也出了片 不過大圓內心最喜歡的 其實是演戲 我跟你告白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說清楚 因為我沒有認識我 你就是熔天輝 會不會再喜歡你 我第一部作品 然後拍完之後就在那邊 沒有下一部了 我就覺得天啊 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覺得還是希望 可以繼續朝繼續方面發展 從大學升了沒出發 女大師們現在在演藝圈 自有一片天 而當年的我愛黑社會 更是年輕美女的出產地 我愛黑社會 集結眾多少女們上節目 在當時掀起一股美眉熱潮 不僅收視率高 美眉們還進軍唱片圈 黑社會美眉後來雖然解散 但是各自在戲劇 主持和模特兒界 也都有不錯的發展 一大早說這種上去話 不倒閉你才怪 你還惹我的蘇美姐 誰真的烏脯一大腳就在那裡 大牙就頂上來了 對啊 好好加油 今天一樣好好為大家服務 我比較偏好 應該是休閒風吧 其實我冬天跟夏天的風格 差滿多的 素人美女透過節目 成為耀眼女星 節目也因為有了美女們的加持 更加有看頭 這類的素人節目 無疑是讓美女變明星的 最佳跳板